我昨天跟大家聊到的终结的那个事情啊 那我还是跟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现在有一个消息是 当时林淑雅老师是被 可能是在这个撞击的那个时候 就被震出车外 那结果呢就是 就是导致他倒在车子和轨道之间的那个缝隙 那个车子底下 那但是呢就是当时现场的人没有发现 那是直到51分钟之后才被发现 那现场指挥官是现场值班的站长 是台中捷运现场值班的班长 那当时卢秀燕市长是在现场 接受媒体询问时被 终结告知只有八人轻伤 无人死亡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你们看到首先就是终结的人员 他们一定是有问题的 他们整体这家企业 他的企业文化 他的那一种就是 你想出了这么重大的事故 那在现场指挥的是现场值班的站长 那然后呢 就说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说 林淑雅老师是被震出车外的 就没有专人的整个的进行细致的搜索 那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林淑雅老师的话 那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有救回来的这个机会 那整整耽误了51分钟 那而在现场出现的卢秀燕市长 很明显就只是作秀 就是卢秀燕市长他在现场 但是很明显他只是接受终结的报告 终结告诉他说没有人死亡 卢秀燕市长就说没有人死亡 那么卢秀燕市长在现场 有没有质疑说出了这么重大的事故 为什么终结处理的只是一个站长 董事长总经理那相关的人员去哪了 那我觉得这都是很让人觉得 就是它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 那现在呢蓝红美声称说 这个台中捷运跟林嘉龙有关 但是事实上这个台中捷运 是在国民党市长执政时期开始的这个项目 也是在国民党市长执政时期 就是验收的这个项目 那包括说整个掌控这一家捷运的 这个台中捷运的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 他的那个董事长林良泰 他是国民党市长的交通局长 所以他完完全全都是国民党体系的官员 国民党体系的这样的一家企业 他的企业文化 他的公司文化 他对员工的培训 他这个作为公司的董事长 或者是总经理 他们遇到这种重大事故 甚至人不在现场 那现场的指挥 那我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 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都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TVBS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讨论太鲁阁 你太鲁阁事件发生的时候讨论太鲁阁 那现在台中捷运出事了 你还讨论太鲁阁 然后说这跟林佳龙有关 说是林佳龙的错 你说这么这么严重的事情 出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 那你包括那个 就是紧急按钮的那个事情 我看到有人分享说那个紧急按钮非常非常的扯 就是那个紧急停车 那个紧急停车是要用 要这个两把钥匙 说要双手持两把钥匙 打开盖板 那然后才能按下紧急刹车按钮 就非常非常扯 非常非常扯 就是说 就是他有点 我觉得他有点像把台湾人民当成脑残 我觉得他有点在把台湾人民当成脑残 那我是知道说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很糟糕的 他会去故意去按那个紧急按钮 就是就是有一些人比较没有素质 但是我不觉得台湾人大多数都是这种没素质的人吧 不可能说你把这个紧急按钮放在外边 然后每天都有人去按一按 按着好玩按着爽 这不可能是经常发生的情况 那然后你就把台湾人民都当成脑残 都当成蠢货 都当成这种不负责任的人 以至于说你要紧急刹车 你居然还要双手持两把钥匙打开盖板 你这么害怕台湾人民去按那个键吗 你觉得台湾人民那么闲 那么有病吗 天天去按吗 如果不是真的紧急情况 有多少人会去按这个东西 就是从流程设施人员 尤其是人员 这是到处都是漏洞 到处都是问题 而且它是自上而下的 很明显你看到就像我说 出了这么重大的事故 总经理董事长不在现场 居然是当天在值班的站长处理 你怎么可能 然后卢秀燕过去之后 不去质疑说你终结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哪里 卢秀燕就站在那里 接受终结汇报 终结汇报了说没有人死亡 好就没有人死亡 难怪我当时看新闻的时候 有的新闻报说没有人死亡 那就是先报出来的 后报出来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责任是要追究到底的 就首先这个终结的董事长总经理要下台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必须辞职下台 那卢秀燕也应该下台 卢秀燕为什么不下台 那难道整个就是这个这家企业的文化 你包括这个建商的文化 那整个的这个在捷运周边施工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难道跟市长没关系吗 那不是市长的错吗 那我看到有人就在推特上面分享说 说这个他有听过台中 家里开工程公司的朋友 骂林嘉隆 就说骂林嘉隆骂的超难听 类似于说要搞死他家公司 下一次选举绝对会拉他下来 就是说林嘉隆在执政的时候 验收工程的时候很认真 非常非常认真 那因为很认真 所以就让这些建商公司很讨厌他 但是你只有这样你才能 就是你的这个建筑才是好的呀 你的这个建筑你才是可靠的呀 那你像今天是5月12日吗 是512吗 汶川大地震吗 我看到李承鹏的一篇文章 他就说当时他在汶川 就是有有无所学校 是什么事都没有 甚至就是有一所学校说 就是连玻璃都没有震碎 说问说是怎么回事 说是因为他有一个监工 非常非常优秀 就是当时那个监工 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就是跟就是跟这个建商 搏斗嘛 就是说你这里不对 就天天拿着个小锤子去敲 去听那个声音 看他有没有这个偷工减料嘛 说这个监工监的物 无所学校什么事都没有 那这是这是人命啊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 你怎么可能说 说就说 然后结果台中的所有的建商 终于把林家龙赶走了 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呢换上卢秀燕 卢秀燕这个人就等于说 就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终结的管理层不见人影 他都不会问一句 终结说死了多少人 就死了多少人 终结说没死人就没死人 然后台中建商 大家皆大欢喜 开心的不得了 总算把林家龙给撵走了 建商这个鬼样子就算了 你台中市民 台中市民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就把自己的生命 就这样交托给 就这样交托给这样的一个师傅 我这不是看完李承鹏这篇文章吗 李承鹏说他以前就是一个爱国 爱国者 非常非常爱国 对 然后后来跑到汶川 看到了真相 才发现说事情不太对劲 我不知道那台中市民 你们看到真相了吗 你们看到台中市政府 长期国民党执政之下 他们整体的企业的文化 他们的官僚的文化 他们对人民生命的这种漠视了吗 那林书雅老师的死亡 难道不能让台中市民 你想一想 那如果不是林书雅老师 那是你呢 那是你的老公 老婆 你的孩子 你的爹妈呢 那你难道不想一想吗 真的我就觉得说建商 怎样就算了 你市民怎么回事 这是你市 这是你的命啊 离谱 马斯林说 卢秀燕说 他拍手有点白目 我已经念过他了 然后就没有 然后了 拍手就只是有点白目 拍手就只是有点白目 整个这家企业 从上到下的公司文化 不要检讨呀 不要检讨呀 泰鲁阁事件之后 台铁开始改革了呀 台铁开始改革了呀 对吧 我不是说台铁 它有多优秀 有多棒 有多好 至少人家还有动作 至少人家还有动作 你终结是怎么回事啊 你死了人了呀 你从上到下 一点毛病没有 要不要点脸呢 泰鲁阁跟林家龙关系有多大 林家龙都下台了 你卢秀燕啊 你卢秀燕 你的脸皮比别人厚 你的腰比别人直 人家可以出来鞠躬道歉 你卢秀燕 连个鞠躬道歉都没有 然后台中市民还OK 台湾人民还OK 听说卢秀燕名声好的还不得了 卢秀燕鞠躬道歉了没有 没有吧 鞠躬道歉了没有 没有吧 有什么脸 这个明白是他干出来的事情吗 包庇建商不是他卢秀燕干的吗 工程为什么可以离捷运那么近 不是他卢秀燕干的吗 台中捷运为什么这个狗样 不是国民党市政府干的吗 是市政府直接的公营的事业单位呀 直接就是市政府以前的官员在执掌啊 你市政府 你市长 你没有下台 你连个鞠躬道歉都没有 台湾人民OK 台中人民OK 真的我觉得你双标 你双标不要这么过分 泰鲁阁的时候 林家龙不出来道歉吗 不出来鞠躬吗 到最后不是辞职了吗 你是人吗 陈其迈局没鞠过公 陈其迈倒没道过歉 蔡英文倒没道过歉 苏正昌 苏正昌很多事情关苏正昌屁事啊 苏正昌不出来鞠躬道歉吗 就他们蓝营 人死了 在彻底下躺51分钟 你不用鞠躬 不用道歉 卢秀燕要是这次事情安安稳稳过了 我真的理解不了 太过了 太过了 好你恩恩案 恩恩案 你可以说 你可以去骂恩恩爸 说恩恩爸为什么要乖乖的在家里等救护车 林老师怎么了 哦 林老师 就做一个捷运 就被弄到车子底下去了 51分钟没人管 哦 林老师错在哪里了 你给我找 51分钟 反正卢秀燕他 卢秀燕他要是不出来鞠躬道歉 这个事情没有完 对我来说这个事情没有完 他必须出来鞠躬道歉 他最好下台 我知道他下不了台 但他至少要出来道歉 怎么可能不鞠躬道歉 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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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把台湾人的人命 你 你这是把台湾人的人命 你觉得这是死了一只鸡 还是死了一条狗 我们家鸡要是死了 我都 我都还很伤心呢 你你卢秀燕 你你一条人命啊 林老师一条人命啊 你就这样子啊 绿营县市执政 呃的时候 呃死了死了一个人命 呃你看到台湾人民 呃那一种啊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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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林老师的命不是命吗 就是你可以双标 就是人都有双重标准的时候 但是你不能这么过分啊 你不能这么过分啊 换上绿营的 要下台 换上蓝营的 连鞠躬道歉都不用 跟绿营的失误 错误 有关的死亡 你们吵到天上去 而蓝营的 跟蓝营犯的错误 有关的死亡 你就当这个人 就像一个蚂蚁一样 死了就没事了 你做人 做事 你可以这样吗 台湾人民 你们可以这样子啊 那是人命啊 你尊重人命 你还要分说 哦这是蓝营首长 犯了犯了错 死了就死了吧 你们可以这样吗 蓝营的现实啊 你们就这么往死里捉吧 你们往死里捉吧 我给你们讲 你们到最后 把你们的 把你们的这些国民党的 现实首长 把你这些蓝白红的 这些现实首长 你把他们养成皇帝了呀 你到最后 你 你 你把 你把自己的国家 你怎么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啊 你怎么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你让他可以肆无忌惮 他可以想怎样就怎样 他要跟建商勾结 就跟建商勾结 他要去 这个完全把自己的公司和企业 给管的 就像这种 这个自己的皇朝一样 他就可以这么做 然后出了事情 什么事都没有 你这就是鼓励他 你知不知道 你这就是鼓励和纵容啊 你现在死了一个人 你不出来 你将来死十个人呢 死成百上千的人呢 你像 你像 汶川地震 512这样呢 你想没想过后果呀 你林老师一个人死了 你拍拍胸口说 说啊 还好那天我不在捷运上面 那明天呢 后天呢 大后天呢 你永远都不会在那个捷运上吗 就这种执政的这种素质 就这种没有道德 没有良心的市长 你台中如果发生什么重大的灾难 你们市民怎么办 你去等死吗 汶川超过七万人死亡 你非要死到这个份上 你才知道自己的市长不靠谱吗 来气 到现在都还没有鞠躬道歉 这个事情令我非常来气 李廣勋说 不是不报 只是 只是未报 你等着报应没有用 你等着报应没有用 你台中市民出来呀 你逼卢秀燕 鞠躬道歉下台呀 这不是民进党的事情 这是你台中市民的事情 是你台中市民的人命 是你台中市政府的执政的品质 人呢 抗议呀 上街呀 要求他鞠躬道歉啊 要求他下台呀 人呢 给玩自己的面子 都是 beaut不拦着你的身体